这是1932年发布的远东上海战士纪事短片 其记录了松湖停战协定签订前的系列影像 影像即拍下了抗击日军的中国将士御血战斗画面 也记录了日军对上海轰炸纵火的暴行 以及日军在上海活动等系列镜头 其中中国十九路军司令蔡廷凯和被炸死炸虾的日军主帅白川一泽 和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及三郎出警 镜头中是128事变中正总攻中国十九路军的日军 1932年初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实现减轻其侵占中国东北的国际压力 有预谋的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制造事端 点燃了新的侵略战火 这是在上海抗击日军的中国十九路军司令蔡廷凯 其率部打响抗日枪声后 各界民众捐一捐物大力支持 各地义勇军也纷纷来到上海 许多义勇军虽枪且稍绝缺乏 但冲锋陷阵无不奋勇当先 现在尽头回到上海城内 日军要攻占眨北 大量民众涌向租界避难 在许多难民眼中 租界的路卡成了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限 这是上海遭日军炸毁的房屋 据统计128事变中 房屋被毁达1.97万户 紧扎北华街的商号被毁就达4204价 经济损失 按当时计算约为14亿元 按照1932年国民政府工商部 发表的29个城市的工资统计 绝大多数城市南宫平均月工资 在10到20元之间 14亿元可谓损失惨重 镜头中是1932年3月14日 抵达上海的国联918事变调查团 中方代表顾维军加入 调查团团长李顿表示 短暂视察上海战地后 将前往南京吉尔北上调查 同日14号 中日代表会晤 并决定自即日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现在的画面 是日本人在上海基点 松虎之战中被击毙的日军 此战中日军连长败计损失惨重 其间三换主帅四次增兵 其参战军队总数几乎多于中国参战军队一倍 并有舰跑飞机和战车助战 但中国军民不为侵略协同抗日 使得拥有绝对优势火力和兵力的日军 迟迟不能获胜 镜头中走来的是三换主帅后的第四任日军主帅白川一则 影像拍摄不久 其被斧头帮帮主王亚乔派人炸死 现在的画面是协助白川一则侵略上海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及三郎 影像拍摄六天后 其在和白川一则同一场刺杀中被炸瞎了右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